外国人日语好难呀 中国人这不就方言 凭什么说如果把日语学习比做一场八百米考试 中国人的起跑线起码领先五百米呢 先问一个问题 这个字你们觉得是中文还是日文呢 别犹豫靠你的第一感觉做我抽选择 那其实无论你的答案是中文还是日文都是正确的 这个汉字呢 无论你给中国人还是日本人看都是绝对认识的 只不过发音不同 中国人读做头呜 科呜头呜 日本人呢读做阿他妈 哎呦我没骂人哈 他们真的是这么读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中国已经发明了博大精神的汉字的同时 日本呢还是非常原始的部落时代 信息的传递仅仅只能口口相传 没有文字就非常的不方便 举个例子 山田先生要结婚了 于是他满心欢喜的提前两个月出门 因为他要去通知远家到五个山头外的表姐 和七个山头外的大表舅来参加他的婚礼 两个月后呢 他终于翻山越岭带着亲戚们浩浩荡荡的回来了 开门呢 所以发现老婆小野和隔壁村的龟爷先生 细喘吁吁的坐在自家床上 那山田就问了 老婆你们在干什么 老婆说 哦老公你回来了 我正在和隔壁村的龟爷先生研究人体肌肉美学 看看从哪个角度发力可以增加更多的效率 扯淡这是 没有文字的坏处还有很多 天皇说 我喜欢吃饺子 层层下去传道的民间 就变成了天皇喜欢他嫂子 天皇 不敢 打打的不信 于是日本人就寻思 哎这样下去可不行 得找个强国 学习学习的干活 那说到周边最强大的国家 那就只有 这也就是我们历史上著名的浅唐史了 把汉字带回日本的日本人 又犯了难 这汉字的读音 日本只是没有文字 并不是没有语言 如果全部按照中文发音去读的话 岂不是主动跟中国统一语言了吗 这也太没面子了 于是 日本就只借了汉字的形状和意思 发音还是按照他们的本地话来读 方便大家理解 我拿其他方言举个例子 大概就是这么个话锋 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 我们只需要知道 怎么用日语的发音 再次读出来就可以了 而大部分的写法和意思 我们都是九年一五学过的 到这里能理解扣下一 不理解扣眼珠子 那怎么用日语的发音读汉字 中文有拼音 那日语中肯定也有拼音了 只不过他们的拼音叫做平下名 为啥叫平下名呢 听起来好像有股塑料山寨味 没错 平是指形状平滑圆润 就像你会给我的那两个圆圆的东西一样 假呢是借的意思 比如狐假虎威 就是狐狸见老虎的威风 而名就是文字的意思了 所以平下名其实就是 这样的平滑圆润的借来的文字 对 日本的拼音也是借中国的文字变来的 比如 头这个汉字 日语发音读作 第一个字呢 其实都来源于女孩子的女字 你看我先写一个女 这个女生到日本去 每天狂炫大饭团 移动炫28个 一天炫9顿 终于她长胖了一大圈 女生悔不当初 啊的一声叫了出来 所以读作 啊 第二个字 大家觉得长得像什么汉字呢 可以打到我们的DAM当中哈 没错 就是我们太子殿下的太 这是太子 这是太子的两条腿 两条腿的太子跑到日本去 他呢 觉得自己的移动速度太慢了 于是他就微微缩缩的 张出了第三条腿 发音读作 他 第三个字 大家觉得长得像什么汉字呢 同样可以打到我们的DAM当中 这个字虽然大家现在不认识 但是我在这里加一笔 后面再补几笔 有没有发现 瞬间变成了繁体字的马呀 你看中国人寄日语多简单 只要你会写繁体字的马 就一定能写出日语的马 而且这种记忆方法 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初学者 都做不到的 这就是中国人的优势啦 所以用正确的打开方式去记日本的拼音表 那效率是杠杠呀 那接下来 很多同学虽然知道假名是日本的拼音 但是依旧不会读 比如我随便再写两个日本的拼音 你会读吗 不会对吧 所以日本人为了降低外国人学习日语的门槛 特地国际通用26的字母 给他们的拼音又标注了国际音标 这个就是罗马音 罗马音大部分看起来跟中国的拼音都非常相似 所以头用罗马音标注就是 讲到这里都明白的同学 敲个6 为什么说中国人学日语就像开挂一样呢 接下来我们做个测试 是一篇日语的小短文 下面有三套选择题 来告诉我答案是什么 boy say that girls 别怀疑 但凡你有小学文化程度还看不懂 up主直接以拖马4,360度的体位进行道理洗头 好吧 现在老学读一遍 听不懂没关系 看你们看得懂的地方就行 我要在我读完之后看到你们把第一道题的答案打在弹幕当中哦 好来告诉我第一道题的选择吧 来问一下有没有选C的同学啊 有的弹幕敲个666啊 操C的同学都给我起来发展 我想问大家一个中文问题 请问来年是什么意思呀 来年是今年还是明年 同学们可以打在弹幕当中哦 是不是明年呢 那这个题目问的啥 来年 大学几年生 就是明年大学几年级是吧 我们原文是什么呀 我 左腾 我今年大学三年级生 这是今年大学三年级对吧 选C的同学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人家左腾今年读三年级 明年还读三年级呢 哦跟你一样 今年欧大老师 明年欧大校长 AA3就是玩 就是不想毕业是吗 那这个题目肯定是选D的哈 来打对的同学敲个999 不要16番啦 好 再给大家一个机会 告诉我第二个题目选什么 这个题目要是还有人错 我就怀疑你是不是点了一个叫做 完美避开所有正确选项的天赋 在你身上了哦 因为别的答案在全文中 压根就没有出现过 你还能选错 某种意义上也是蛮6的啊 那这个三年级呢 在日语里面是指专业的意思 这个题目他问的是 大学的专业是什么呢 有没有选C的同学 选C的同学 请坚定的敲出你的答案 恭喜你答对了 第三句话就说出来了 大学的专业是中国语 正确答案是C 答对的同学敲个666出来 好 那么到了第三题了啊 第三题请问大家 这题选什么呢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每朝中文是啥意思呀 每是每天嘛 朝就是早上对吧 所以这道题他问的就是 他每天早上都会做些什么呢 来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选D的同学 有的弹幕敲6出来 选D的同学 咱们可以交个朋友哈 为啥呢 因为你是每天早上 都要去万里长城看 你看哪 我想问一下 啊长城是你家开的 票都不用买 今天开劳斯莱斯 明天开莱波基尼 后天直接开四人飞机是吧 少爷老奴驾到了啊 那天天早上都要去看万里长城 一天不看就吃不下饭 睡不着觉 生活就枯燥无味是吧 人家是左童 这是个普通人 每天早上呢 这是普世无华的六点半起床 读个中国语的书罢了 看到没有 每天早上六点半起来 读有关于中国语的书 所以这个题目呢 是B哈 他的梦想呢 是去万里长城 梦想梦想 看到这个梦字了吗 他的梦想是去万里长城 看一看 所以这个题目正确答案是D C B 好 请问大家 大胆的说出你们的答案 对了几个 大胆的把你们的答案 把在弹幕当中 有没有全对的 全对的同学 你可真是太棒了 全对的 或者两个都是很棒的哈 你想想 今天要是除了中国以外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 要能达到看懂这样的短文 并且做对题目的程度 需要花多久 或者你现在学的不是日语 而是日语以外的任何阴谋外语 要达到看懂这样的短文 并且做对题的程度 需要花多久 所以有没有感觉到 诶 好像我们中国人学日语 真的只要比学别的语言 要有那么硬幽幽的优势的哈 很多东西 哪怕我们不会读 我没有见过 但是我们都是看得懂的 为什么 跟着我大声说出来 因为日语 Made in China 当然 任何东西想要做到最好 都绝对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日语的学习呢 也不是全部都简单 但老师的作用 就是尽量让你无痛学习 不走弯路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给你成就感 更加容易坚持下去 那我想问一下 大家有没有同学 是今天听了老师的课 觉得对日语燃起 一缠缠的信心呢 如果有 记得三连加关注哦 想学日语也可以看右上角 加我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